好好学历史学测总复习讲义单元期 欧洲文化与现代世界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又来到单元期的史料好好读 可以看到它有两段资料 但是它在开头已经很明确的告诉你 这些资料进入的是西元前五到六世纪的史诗 请阅读之后回答问题 所以它需要你具备有西元前五到六世纪的一些历史事实的理解 所以同学前面已经读完了 所以现在应该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分析一下 那西元前六世纪跟五世纪的时候 整个欧洲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那最大的变化当然是西元前六世纪波士帝国的建立 波士帝国它从伊朗高原崛起之后 那往西控制了小雅西啊 控制了两河流域巴勒斯坦 到甘比西市的时候进入埃及大流氏一世的时候 拿下了马其顿 所以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呢 整个波士帝国在建立一个横跨三州的大帝国 那这个国家这个帝国呢 它在政治的发展 还有在这个文化上呢 宗教上也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转折 在宗教上他们开始以这个大流氏一世 以仙教 就是索罗亚斯德的信仰 作为国教 然后开始提倡这个善恶恶元论 还有这个世界末日啊 这个末日审判天堂地狱 这样的一个概念跟思想 那么在文化上呢 他也才提倡了所谓的多元折衷万邦和谐的理念 那在政治上呢 他基本上是这个尊重各地方 以这个地方分治的一个情况出现 那就在亚洲跟非洲出现这么样一个巨大的改变的同时 因为他是有一群这个印欧民族 这个波斯人就属于印欧语系出来的 就是所谓印欧语系就是我们讲的那个白人 就是白皮肤怎么晒都晒不黑 然后呢这个鼻子高高的 然后颧骨也很高 眼睛很大 所以呢 都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特殊语系来控制这个亚洲跟非洲 这些当地的民众 可是呢 在欧洲啊 也有一批这个印欧民族 这些印欧民族呢 在这个进入到了这个在西元前1200年左右 进入到了这个希腊 巴尔干半岛区域之后 那经过了400年的一个这个经济停滞啊 文化停滞的一个退步 文化退步 经济停滞的一个状态之下 那慢慢的恢复了这个航海商业 好 然后人口也开始增加 那西元前5到6世纪 是这个希腊地区好已经开始进入到了所谓的啊 政治上还有哲学上好非常大的一个转变时期 在这日上呢已经进入到所谓的发展到民主政治好像雅典这些城邦 他们就进入到民主政治的发展 那在哲学的部分呢 这时期我们也可以开始知道相关的像米利都学派 治世学派 就是所谓的诡辩学派 还有这个希腊三哲人 他们也开始在提出他们的一个思想跟理念 在构筑出整个欧洲文化的一个传统 好 那所以呢 大家先对西元前5到6世纪有一个理解之后 那我们现在再来读这两段资料 跟回答问题似乎就简单多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资料一啊 资料一的叙述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说我在苏萨所建的这座宫殿 它的装饰呢 是由远方运来的 从哪运来的呢 挖土堆石砌砖 这是巴比伦人的工作 哇 所以这个国家可以控制巴比伦 它的领土包含巴比伦 山木是由黎巴嫩辗转运到苏萨来的 所以黎巴嫩在巴勒斯坦 那金子是来自萨地斯跟大夏 所以这是那个东边的那个中亚地区 那孔雀石跟玛瑙是来自于苏特 那银子跟檀香是从埃及运来的 所以这个帝国控制埃及哦 墙上的装饰则来自爱奥尼亚 这个爱奥尼亚基本上呢 就是我们刚讲的那个西元前1200年左右 这些进入到希腊的这个这个印欧民族里面的其中一支 那其中一支就叫爱奥尼亚 所以呢 他们控制了 那当时有些爱奥尼亚在这个西元前800年左右 他们透过航海因为人口过多 那透过航海的方式 就住到了这个小雅西亚跟黑海沿岸的地区 那所以呢 这边也受到了波斯的控制 所以对墙上的装饰 那这个波斯呢 也就这个学习爱奥尼亚 这样的一个墙上的一个柱头的装饰 那象牙则来自于伊索比亚 哇 那控制非洲 因为可能是埃及的关系 那石匠则是由爱奥尼亚跟萨迪斯来的 金匠是由米提跟埃及来的 那木匠是来自萨迪斯跟这个埃及 转匠是巴比伦人庄典 墙壁是米提跟这个埃及 所以从这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应该是跨山洲的大帝国 那西院前六世就只有波斯了 好 所以这是资料一当中我们可以判断 所以因此下面的第一题当中 你应该就可以做出答案了 因为这四个选项里面 就只有这个波斯帝国的大流失仪式呢 它其实是有控制建立跨山洲的大帝国的 所以有这个能力可以从这些地方 然后运来建造它的一个庞大的首都的宫殿 那资料二地方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资料资料它就讲雅典城 最令人欣赏跟这个最优美的装饰 乃是那些神殿跟雕像 好 所以资料二讲的是雅典啊 那雅典他说呢 可是呢 这些雕像啊 这个神殿啊 在伯利克里斯的一切政策之中 作为他的敌人们所苛责的也正是这件事 那伯利克里斯你就要特别把它画起来了 那伯利克里斯大家都了解 在雅典的民主政治当中 他把雅典的民主政治达到最高峰 因为他让雅典的公民大会成为最高的权力机构 那他呢 也这个实施了这个抽签任官制 让官员呢 有任期 然后可以让人民抽签产生 那丹典这些官职呢 都可以有什么 有津贴 那这个并且呢 也发了这个官具津贴等等的 所以伯利克里斯所做的一切 这个真的是让这个雅典的呢 非常的遵从 非常的也成为 这我们知道西方啊 在民主政治的一个理想 建立了一个理想跟目标 但是呢 在当时呢 他还做了一些就是包括了 把神殿 雅典的神殿啊 雕像啊 弄得非常的美丽 那弄得很美丽 为什么会是 他的敌人所苛责的呢 那他的敌人 为什么要骂他 去装饰自己家的这个神殿呢 好 他这边就后面就开始 应该就要讲了 他说 他们在人民大会中啊 大声疾呼的抱怨说 好 所以这些敌人说什么 所以雅典已经丧失了他的美誉 在国外到处受人唾骂 因为雅典人把西大人共有的钱财 由提洛岛挪到他们自己的掌管之下 哎呀 重点来了 同学要把这边画起来了 重点在这里了 所以呢 所以呢 原来雅典把西大人的钱啊 拿去掌管啊 去盖这些神殿啊 然后装饰他们的这些雕像啊 他们这个生气了啊 那所以呢 可见他的敌人是西大人啊 是吧 那还有提洛岛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哎 当初呢 为了这个这个波西战争啊 然后之后 那他们担心波斯再度入侵 所以他们又成立了这个提洛同盟 然后所以大家也捐了一些钱 放在提洛岛上 结果呢 他说继续 我们看文字的说明 第四行 他们当初的这个借口 是怕那些财富会被野蛮民族夺走 所以这野蛮民族就是波斯嘛 所以呢 才拿到雅典去收藏 现在伯里克里斯却把这个借口推翻了 他说全西大人啊 为了战争而被迫捐献的金钱 都被我们肆意滥用于自己的城市 把他周身都打扮装饰起来 是以贵重的宝石 雕像跟神殿耗费了无数的钱 所以呢 这恐怕也是西大人开始反抗 这个提洛同盟开始反抗雅典 这个情况出现了 所以呢 我们从这段文字去说好 我们就可以来回答第二题啦 他就说 资料二 提到雅典人将西大人购有的钱财 从提洛到他们的展望之下 是为了防止野蛮民族入侵 所以这当然就是一个波西战争咯 对不对 因为波西战争 所以才让西大人团结起来 但是战争结束之后 没有了外患攻击 西大人反而开始打起了内战了 那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攻击雅典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其实也就导致了这个哪一场战争 就是希腊的内战爆发 所以呢 斯巴达呢 他就建立了这个 普罗班里萨同盟 然后呢 跟这个雅典的提洛同盟 产生对立 这样战争就达了20年 所以因此呢 第三题 那导致哪一场战争的产生 当然就是 波罗班里萨战争 好 那所以到最后呢 雅典呢 这个经历了这个瘟疫 再加上斯巴达又联合了 这个外祖波斯 来攻击 所以雅典呢 最后失败了 可是呢 斯巴达也没有因为这样子 而获得好处 反而是让整个希腊 一直陷入到 循环式的一个内战 不断的产生 那波斯本身也因为国力的中衰 无力在侵略欧洲 反而是让希腊北方 民族崛起 马其顿 那最后 由马其顿的亚历善大 统一了希腊 然后控制了 波斯跟埃及 建立了第二个 横跨三州的 大型帝国 好 那我们今天 史料好好读 我们就说到这里 那感谢大家的聆听 下回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